新加坡的地铁网是全球最便利的交通系统之一 但你知道吗 政府并不满足于现有的成交 这一次他们不仅在兴建新线路 而是在重新定义整个地铁系统的逻辑和功能 通过跨岛线Core和汤森东海岸线TEL的全面连接 新加坡的通勤模式将迎来一次空前的改变 到2040年 新加坡的轨道网络预计几乎翻倍 而这一切的意义远不止是节约时间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次堪称 超级换乘时代的大变革 以及它将如何改变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 经济格局和城市面貌 新加坡已经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地铁系统之一 截至目前已有240公里的轨道网络160多个车站 每天服务大约300万名乘客 但这样的系统只是高效的还称不上极致 为此政府提出了一项计划 到2040年将轨道总长度扩展至460公里以上 几乎翻倍 这不仅是加密轨道网 更是用科学规划重新缝合城市空间 让换乘更加便捷顺畅 这一切的核心在于两条关键线路 Crow和Tel Crow是新加坡最长最复杂的地铁线之一 其第一阶段长约29公里 涵盖12个站点 计划在2030年前完工 而这仅仅是起点 未来这条线路将延伸至榜额 张乙气场T5等重要节点 最终形成贯穿东西南北的大动脉 与此同时Tel正稳步推进其大部分路段已开通 剩余的部分将在几年内完工 届时全长将达57公里 涵盖36个站点 是全球最长的无人驾驶地铁线路之一 这一升级绝不只是增加几条线路 而是将城市改造为一个高度联通的 无缝交互系统 通过减少绕行优化换乘点 地铁网的效率将大幅提升 为大量通勤者节省宝贵时间 这次地铁网的升级 对所有出行者都带来了实际影响 尤其在通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对于上班族来说 新加坡日常通勤的烦恼 例如拥挤的换乘和线路绕行 将因为跨岛线和汤山东海岸线的无缝衔接 而明显缓解 并带来更少换乘更短通勤时间的好处 线路延伸至更多住宅区后 未来的通勤体验也会更加轻松 选择更加多样化 对于低收入打工群体和 需要在深夜工作的服务业者 换乘线路的优化和夜间交通的便利性 更是减少了时间不平等大幅压缩通勤时间 同时换乘网的优化也为长者 和行动不变者带来了重要支持 无障碍设施的覆盖将更加全面 连接至社区中心和医疗站点的地铁站 也更易到达 这样的改善对需要特殊照顾的群体来说 不只是减少路途不便 而是大幅提升了出行的幸福感 当这场交通升级带来的 不仅是通勤体验的提升 还为整个城市地产和经济注入了新的火力 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基建和地产始终紧密相连 随着轨道交通网络的扩展 接拨点附近的土地价值往往会迅速增长 例如Crow Utel的重要枢纽站点将成为节点红利地区 房价和租金上涨几乎可以预见 更重要的是这次升级正在重新 塑造新加坡的就业空间分布 过去不少人在市区周边居住 却因为交通连接的限制而不得不通勤至中央工作 而新的枢纽与卫星城的构建将显著改善这种情况 以榜额为例 这一区域不仅是Crow的重要焦点 还将获得更多产业园区发展扶持 为居民创造家门口的工作机会 这一趋势同时减少了市中心的就业压力 实现了产业与人口的双向流动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 更高效的公共交通网能直接 提高生产力和劳动参与率 交通便捷后企业用工选择更灵活 劳动者的就业范围也随之扩大 这种时间价值的提升 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能 然而这场以效率为目标的轨道大跃进 并非毫无争议 从时间成本来看 这项工程的推进是必要花费数十年 Crow的最终阶段预计至少到2033年完成 长期的施工可能为部分区域的居民 但来不小的干扰 此外巨额基建投资也将成为一大财务负担 这对于国土资源有限的新加坡 意味着更多平衡 另一个重要争议集中在环境保护方面 例如Crow部分路段穿越新加坡的 中部自然保护区 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冲突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更进一步说这些基建红利是否能公平分配 也成为人们的疑问 当接驳点地区房价上涨时 居住在那里的人可能会因此受益 但普通工薪阶层能否从轨道升级中 获得等量的便利 无论是票价制定还是班次优化 这些将成为未来的重要管理议题 当跨岛线和当身东海岸线全面贯通互联 新加坡将真正步入超级换成时代 这场基建升级远不止是在修建地铁线路 更是在为时间土地和机会重新分配提供解决方案 未来我们将看到一座城市如何通过 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缩短空间距离 重新定义生活模式 当然这一蓝图也会伴随更多挑战 但这正是新加坡不断奋斗和进步的过程 如果你通勤能少坏一次地铁 你愿意把住处迁往哪里 或者你认为哪条地铁线江 对你的生活产生最大帮助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与更多人一同探讨 喜欢今天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我们继续探索城市背后的故事 下期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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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